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828集 岳父救我 在公孙晚看向白小春离去方向的刹那 距离这里上万里外 天舟上的白小春身体猛的一个机灵 木然回头 尽管他什么都看不到 可隐隐的从心底升起的寒意 让他哆嗦了一下 仿佛在这一刻 与公孙晚隔着上万里明明对望 他追来了 白小春面色变化 此刻红尘女孩在昏迷 白小春急忙取出传音御解 可这御解还是无法散出丝毫波动 这就让白小春心底惊慌 呼吸带着焦急 对于那公孙晚儿 白小春是真的害怕 无论是云见深渊内 还是地底迷宫中 对方给他造成的阴影都极大 最重要的 从始至终 白小春都看不透 那小女孩到底什么修为 他似乎一开始不是很强 可随着吞噬 随着这些年来一路走来 其强悍的程度 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畴 如今的他 竟能让红尘女那里也都打败 甚至杀手锏的封印 也都难以困住太久 让白小春可以想象 怕是随着对方吞噬越来越多 其恐怖的程度也会越来越惊人 这个家伙 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最早出现在允建深渊内 看起来与寻常杀魂 没什么区别 只是吞下我的一枚丹药 白小春想到这里 都快后悔死了 此刻不断叹息中 修为全面爆发 使得天舟速度更快 轰鸣街 一路及时逃顿 可很快的 他就吸了口凉起 耳边似有若无的 隐隐听到 从身后远处传来的笑声 这笑声刚开始还距离很远 可渐渐的似越来越近 白小春心头猛的一吐 再次回头时 立刻看到远处的苍穹上 赫然有一缕黑烟症滚滚而来 那黑烟之手缭绕成一张面孔 这面孔正是白小春自己的样子 只不过此刻很是诡异 更有猙獰 速度之快 好似厉鬼一般 正呼啸靠近 小哥哥 原来你躲在了这里 忽远忽近的诡异声音 带着奇异的笑声 在白小春看去的瞬间 顿时在他四周回荡开来 我不是你那个小哥哥 那个 你认错人了呀 白小春赶紧开口 哪怕他此刻拥有能镇压 天人初期的战力 可他的直觉告诉自己 面对这个诡异的公孙婉儿 自己绝不是对手 怎么会认错呢 小哥哥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而你却将我的小熊弄碎了 你要陪我 黑烟凝聚的面孔内 传出哥哥的笑声 那面孔速度再次加快 刹那街竟距离天州不到百丈 如此近的距离 让白小春险些跳了起来 吓得魂飞魄散的同时 头皮发麻 头发都快要竖起 乃至全身都狂枕不断 你 你真的认错人了 对了 顺着那个方向 看到没 就可以到奎皇城 那里有个叫陈好松的家伙 估计你找的是他 还有个叫赵雄林的 身体魁梧 一看就适合做你的小熊 你快点过去 他一定还在 白小春语言都有点混乱了 公孙娃儿顿时笑了 只是这笑容充满了森然 在白小春脑海掀起大浪的刹那 其面孔就猛的张开大口 速度爆发 黑烟更是刹那膨胀 使得那面孔也无限的庞大起来 眨眼间就划作了数千张大小 在这急速的临紧下 张开了足以吞下一座大山的程度 向着天舟一口吞来 白小春尖叫一声 眼看着 这自己样子的面孔裂开的大口 似取代了天地轰然示来 他赶紧后退 一把抓住昏迷的红尘女 在那天舟被吞噬的瞬间 骤然冲出 月月一看 与那庞大的面孔比较 天舟好似缩小了一样 仿佛一块磕口的糕点 插那间 就被那面孔直接吞入口中 更有嘎巴嘎巴的声音 从那大口内传出 竟将这天舟生生的咬碎 而白小春的身影 此刻急迟 揽着红尘女玩命逃出 小哥哥 你干嘛总是这么顽皮 非要玩躲猫猫呢 公孙婉眼口一笑 那笑声传入白小春耳朵里 让他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正要加速逃走 可其身后那巨大的面孔 在吞噬了天舟后 竟又一次膨胀起来 这一次直接化作了万丈大小 万丈 说起来容易 可实际上的画面 却是惊天动地 看去时 似乎这面孔完整的取代了天地 遮盖了一切 此刻张开森森大口 向着白小春这里 再次的吞噬而来 甚至在其张开的同时 更有惊人的吸力 从口中散出 使得四周八方的虚无 乃至大地的山巒 都在这一刻颤抖 似要被生生的剥离 白小春的身体也猛的一顿 似乎任凭他如何加速 也都无法在这犀利下 逃出那急速而来的万丈 面孔的大口 白小春真想放声大哭 尤其是那面孔 还是他自己的面孔 这种在视觉上 似乎自己吃自己的感觉 让他觉得 性杆 狂产 欺人 太甚 白小春 眼看无法逃走 他眼睛赤红 抱着昏迷的红尘女 猛的转身 他大吼了一声 这是真的被逼到了极致 强烈的死亡危机 让白小春彻底的明白 不能有任何侥幸与迟疑 若再不去玩命 小命就真要被别人 拿走去玩了 共存娃 你真以为你白衣 我怕你啊 白小春大吼中 身体虽然还是有点颤抖 可却有铁血 灵力之意 从其身上猛的爆发 不死骨中的立骨境界 使得他全身骨头 坚硬无比的同时 肉身之力也疯狂运转 原因后期的修为 也在这一瞬 让日月无光天地失色 凤卷云勇带动飞沙走尸 虽没有寄生天人 可这一刻 他的气势居然干扰了 这一封苍穹的意志 与此同时 他的右手猛的握住 顿时一个黑色的漩涡就在他拳头外出现 将自己全身的气息都吸了进去后 白小春的身后 那尊地影又一次降临下来 轰轰中 这身影似可以支撑天地 在出现的瞬间 似爆发出了类似天人的意志 融入苍穹 改动天地规则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 都是在白小春 转身的瞬间发生 没有半点犹豫 白小春大豪之下 身体向着那来临的万丈面孔 猛的飞去 右手 更是抬起直接 打出惊天动地 排山倒海的一拳 不灭地拳 两倍肉身之力 在轰出的刹那 他身后的地影 一样打出拳头 怕其旱天中 似着拳头之力太大 使得那地影也都模糊 仿佛将一切 都融入到这一拳内 与白小春这里融合 决然而去 直接就落在了 那万丈的面孔上 生相震耳欲聋 轰明天地八方 使得虚无掀起风暴 向着四周 轰隆隆地扩散 使得大地如地龙翻滚 不断地坍塌散开 白小春这里 喷出鲜血 身体倒退数百丈后 没有任何耽搁 借力及时 继续逃走 而那万丈面孔 此刻也出现了碎力 在白小春 这疯狂的全力一拳下 直接在半空中 就崩溃爆开 四分无力 随着崩溃 那面孔的碎片 竟全部化作了黑夜 瞬间凝聚到一起后 再次露出 公孙瓦尔那装扮成 白小春的面孔 他 目露 奇异幽芒 嘴角 露出 诡异的笑容 我果然没有闻错 你身上 的的确确 有那个老家伙 落此的痕迹呀 公孙瓦尔笑声中 正要追击 与此同时 白小春那里 正面色苍白 内心 焦急彷徨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 公孙瓦 面色猛的一鸣 抬头看向远方 很快的 在远方的苍穹中 就有一道身影 好似 撕裂虚无 传出了 带着滔天愤怒的咆哮 谁敢伤本王的爱女 贤婿 正是巨鬼王 白小春文言 一下子睁大来眼 满面狂喜 此刻激动中 忍不住高呼一声 岳父 救我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